流感疫情持續發威 上週就新增8例的死亡個案 其中更出現本季年齡最小的死亡個案 是在南部11個月大的男嬰 該名男嬰有先天心臟病 尚未接種流感疫苗 因為持續發燒 出現食慾不振 發幹缺氧等現象 因病化變化快 助力院後仍無力回天 經檢查是流感病發 肺炎跟心肌炎 那像這樣子 病發同時兩種 像這個小朋友病發肺炎跟心肌炎的話 當然也是更罕見 如果本身是有些潛在的疾病 像是說如果心臟方面 或者是神經方面的心靈性的潛在疾病的話 那病發這一類的器官 造成的重症的風險會比較高 施打流感疫苗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才會產生足夠的抗體跟保護力 所以還是希望民眾能夠儘快的來接種流感疫苗 警官署表示根據往年統計 流感疫情會從11月中左右開始往上升 並在1月底的時候打到高峰 呼籲家長已滿6個月大的幼兒 已經可以接種本劑的公費流感疫苗 另外登革熱也出現今年第二例的母子垂直感染個案 北部只有5天大的男嬰 媽媽在生產前有出現發燒肌肉酸痛的症狀 在生產後檢驗確診感染登革熱 雖然男嬰一出生並沒有症狀 但5天後出現發燒症狀 快篩後確診登革熱 一般來說登革熱的母子垂直感染並不是固定在監測的一個項目 2015年的那個時候曾經有一例 那在今年的8月的時候 我們也有公布了就是今年的第一例 感染的風險有高的時候 那如果是孕產婦受到這個感染 那本來就有機會會造成 可是當然這個情況也是算罕見 林詠欺也表示 研判母子垂直感染登革熱得是個案刑刑 但在預防上與一般預防登革熱並無差異 提醒民眾如果產婦有確診登革熱 一定要特別確認新生兒的狀況 原來新的總部達斯卡瓦台北市採訪報導